在A党要求首相拉杜斯利安华 不要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以表达我国力挺巴勒斯坦的立场 不过安华已经决定如期出席会议 因为身为国家领袖 他有必要维护我国利益 安华也强调我国挺巴立场不变 促请各界不要因此认为他支持以色列 也就是财政部长的安华 今天早上主持部门长阅会议时表示 虽然美国和多个国家在以巴冲突的立场不同 但是所有亚洲国家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国家领导人都决定出席会议 因此他也做出了相同的决定 这么做是为了维护我国和各国的邦交关系 不要因为立场不同就相互抵制 他也促请包括政党在内的各造 不要政治化以巴冲突 而是应该寻找解决方案维护生命和人权 好的 短诶 好的 好了 好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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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